早年我在台中学了眼镜 经里头有这么一个问题 无事无名怎么起来的 我们原先把无事这两个字解释什么 解释时间 好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 我们解释了 真正解释的意思 根本没有开始 没有开始他真有什么事情 释迦牟内佛 因为这个问题是弗能纳尊者提出来的 弗能纳是阿罗汉 佛举一个比喻 银若大都迷头任淫 这一桩故事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是有错误了 银若大都是有错误了 这迷头任淫呢 我们讲也不好讲 我们讲另外一个比喻跟它完全相同 我念小学初中的时候 是在抗战期间 中日战争 那个时候小学五六年级叫高年级 五六年级的学生就接受军训了 那初中就更不必说了 小学五六年级就受军训 所以我们也受过军事训练 军训里面最平常的紧急击货 早晨 这个教官在操场上也吹哨子 限定三分钟服装整齐 就到那去排队去了 操场就排队去了 这常常看到的 我服装整齐的时候 就豁然慌慌张张的 问同学 我的帽子不见了 在哪里 你帽子不戴在头上吗 一摸是真的 那叫迷途任赢 你说那个迷 有没有时间 什么时候发生 言若大多迷途任赢的时候 故事跟这个一样的限制 那真的会发生慌张啊 你说那一年 那就加的是一年不久 忘掉了自己帽子 已经带上了 那一年不久 那个一年不久 有什么原因 找不到原因 第一个念头 没有原因 第二个念头 有原因是吧 第一个念头是因 才有第二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是第三个念头的因 往后都有了 都有因果了 所以第一念 没有因 这个念呢 没有时间 你说几时起来的 没有 就在当下 所以 我们这个忘念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你在看到这个世界 假如我们这个念头一断 这世界马上就没有了 为什么 这假的嘛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电影那个底片一张 哪一张底片是断掉了 电影马上就没了 一片空白了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要晓得 我们这个世界还相续 还在存在的时候 念头没断 过人是过人的世界 彼此不相关 我的念头断了 我的六道没有了 你们的六道在 你的六道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忘念断掉了 这一念断掉了 起心动念没有了 你的六道没有了 他的六道还在 过人是过人的 过人是过人的宇宙啊 孤孤不相当 这否则大臣教 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